打完了飯在這時候的溫度 就放冰箱了 對... 沒有什麼什麼冰箱冷房 損耗的問題 其實這個現在台灣的冰箱 已經都做得非常好了 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你裝完之後 大概就是65度 這時候趕快放冰箱 它才不容易漲 那沒有什麼可以補充 沒有什麼可以補充 可是我想要多問一下 那個敦慈姐有個事 如果要打包飯菜 裝成隔天的便當 建議要先吃再裝 還是先裝再吃 請請拿 妳看看她來了 她來了 她來了 先裝再吃 來 妳就再把簡單的營養概念 來 好 因為呢 我們知道這個吃的時候 你夾我夾 它夾就有細菌 那我們是煮完飯菜先裝便當 裝完便當大概就65度 趕快放冰箱 因為會長菌的溫度 是7到60度 打完了飯菜 這時候的溫度就放冰箱了 對... 沒有什麼冰箱冷房 損耗的問題 其實這個現在台灣的冰箱 已經都做得非常好了 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妳裝完之後 大概就是65度 這時候趕快放冰箱 它才不容易長菌 那妳隔天帶到辦公室去蒸 才會安全 七雞腳 什麼 對不對 應該沒有什麼可以補充 沒有什麼可以補充 可是我想要多問一下 那個敦馳姐有個事 就是因為有很多人就是會 有湯嘛 那如果我要把這個湯 拿去打包 就是冰起來之前 全部要再把它再加熱 把它滾過 因為他們會說 上面整個都滾完以後 那個錶層就不會有細菌 然後妳不要再去喇它的話 那個湯也可以放比較久 其實它那個是靠真空的原理 就是說妳如果蓋上蓋子去煮它 然後妳就... 它煮滾之後妳就熄火 那妳不要再去開蓋 那這樣子的確它也可以保存 這個是古時候 我們的這個保存湯的這個方法 不用冰冰箱 對... 放的就可以 可以 但是妳還是... 不要再開蓋 這件事很重要 對 真的 它就是一個真空的概念 我確定它煮滾了 加...充分加熱了 對 關掉以後 其實放隔夜它是不會壞的 對 但是妳隔天還是要確實 煮滾再一次 來 七樓之二 幫幫忙 會不會請妳繼續 再衛教大家會 那也沒關係 開箱 一萬四千元 各位親愛的朋友 我現在看到這數字是正常的 這回合 這回合看到這都是正常的 你反而看到五千以下 是不正常的 OK 好 請出下一題 請一望請拿出衛生紙 兜製滿衣的謝謝 只要加柔軟精 還是洗衣球 用清水再洗一次即可 請搭答 好 來 啾啾麥跟李化仙 兩個人都在同時 猜拳決定 剪刀石頭 不 九州 不 漂亮 三把 請答對 好 柔軟精 為什麼 我記得我有看過這一個 這一個相關的資訊 然後我那時候 因為有時候確實會有東西 衛生紙啊 真的不小心跳進去 對... 我記得我有看過這一個資訊 柔軟精 請接下 請 耶 到底是什麼 尚文姐 好 因為柔軟精啊 會讓我們的衣物啊 變得更加的滑 那這個時候呢 本來站在衣物上面的 那這些衛生紙蟹 就很難繼續吸附住 所以呢 如果你拿出來的時候 發現你的衣服上面 都是衛生紙蟹 只要再把它丟進去 只加清水跟柔軟精 再洗一次喔 那拿出來大概九成以上的 血血都會不見 或者是你拿去烘 那烘完之後呢 它其實大部分的這個衛生紙蟹 都會集中在一個地方 全新賽事 帶你一起長知識 用你的智慧 接受財富大樓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請示範 快點來訂閱